好 很謝謝大家這個吃飯時間來聽 這個基本上整場talk我計畫都是 基本上內容都是幹話啦 好 那我是Zombo 那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那我在開始之前呢 我就要先介紹一下大概我十年前做的一件事情 大概在2007年08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另外一個朋友開了一家小公司 然後接受一家 台灣當時還蠻大的一個網路公司的 現在可能還蠻大 也算是蠻大的啦 但是哪一家公司就不想 我們那時候就幫幫他做了一套輸入法 然後那個輸入法反正做做的那個公司 後來也沒有沒有力氣可以經營下去 所以大概在大概在2011年的時候 他又停止了那個計畫 然後大概在2012年左右的時候 他又把它那個open source出來 但因為那個公司 他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屬於那個公司的 他只開放了程式碼 然後那一個沒有開放磁庫 所以後面就算他開放的程式碼 大概也沒辦法維護 但對我們這種原始開發者就比較苦惱 因為那一個 就算那家公司停止維護那套輸入法 可是這輸入法是個 畢竟是個天天在用的東西 然後我們自己也在用自己 然後我們自己也需要一個 我們能夠用的輸入法嘛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把當時 寫過的演算法的部分猜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做了一套磁庫 然後這個東西叫做小麥輸入法 從2012年發展到現在 然後基本上我們只管自己要用 然後然後那個 然後其他大家有很多需求 我們可能沒怪 因為那個東西對我們來說 它已經不是一個工作 它就是一個side project 那個在周末什麼有空的時候 自己改一改覺得哪裡不順的時候 去改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在2022年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兩個版本 因為我們幾個開發者 他除了有在用Mac之外 另外就是有在用Linux 什麼Windows什麼就不管了 那最主要這個 它的演算法它的構成是這個樣子 它一套注音輸入法的組成 你包含了最基本的磁庫 那這個磁庫一定是跨平台的 然後你仔細去看的話 它的原件包含了 它是那個注音排列 就比方說我們一邊最常用的是 所謂大鍵盤 或者是所謂標準鍵盤 那種就是 啵啵啵啵這樣排下去 但是還有很多不同的 排列方式 像比如說 有些人用自然輸入法 你可能會用到許適鍵盤 或者說當初你用 很早很早20年前就用 以天輸入系統的時候 你可能用過什麼以天26件 或者以天排列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有一套組織引擎 然後就是說我把字根打進去之後 它按照一定的分數 跑出最高 你可能會打的叫什麼字 這個東西 選自己情 然後 然後語言模型最主要就是 它跟詞庫其實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 所謂語言模型就是在中文這個語言當中 我們搜一些語料 然後認為說哪些詞彙 它的那個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我們透過機率再去排列出 那一個最有可能出現的東西 然後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你整個案件邏輯就是說 你自根 就是說案件處理邏輯就把後面那些東西 再做個前端 我按了一個A 這個A你會先經過 所謂注音排列 它A到底是在以天排列 或者標準排列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去產生自根 自根再去 再去再去送到那一個 送到組織模型去 才會產生下來一個東西 總之 在我們MacOS版本的話 大部分最底下的東西 都是用C++寫的 然後是一些上層邏輯 我們用SWOOP跟RBJC來寫 然後另外我們做了一些減法轉換 跟一些系統框架 然後在Linit上面的話 我們用了 也就是說 C++的部分的程式都是共用的 然後我們最基於就是FCITX5的一個框架 然後做了一個輸入法的開發 因為那個我們最早就 我們這幾個開發者 就是用Mac跟Linit為主 但是在今年5月初的時候呢 我們自己內部有一個聊天室 我們就講了一個玩笑話 就是我另外一個朋友呢 那個 就當初我跟他兩個人一起開公司 然後後來他去美國 那去美國是為了女孩子 那這種故事不講了 然後 然後就有一天他又想說 我們 那個最近聽說很多東西都是用RUST寫的 那RUST到底有什麼應用成... 那個殺手機應用是用RUST寫的 那我自己就講了一句玩笑話 據我所知 這幾年所有的殺手機應用都用JavaScript寫的 那所以我們自己做這一個小賣輸入法 我們寫了這麼多的C++ 這個好像 之所以一直沒有人要用 我們都因為我們不是用JavaScript寫的 你用JavaScript寫的才能夠寫出真正的那種殺手機應用 所以我們要不要考慮就是 那個Google有一套東西叫做那個 Google Input Tools 我們把我們的小賣輸入法做成是 用JavaScript寫成一個 以網頁為主的一個輸入法呢 那 所以我們對照了所有的 原來的框架 就是說最後我們要怎樣在瀏覽器裡頭做輸入法 完全沒有想清楚 但是因為一個輸入法做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們就先把所有的 原本用C++或者是ObjectC寫出來的code呢 先不管都是那一個 我們通通先把C++code翻譯成Type Screen 因為原本這些code其實很小 整個code base 從C++翻譯成Type Screen 最後翻譯出來這個大概也都是在5000行左右 但是 我寫好了整個輸入法引擎 但是我要整把這個東西放進瀏覽器裡頭 或是在瀏覽器裡頭 一些基本的UI啊 像選字窗啊 那個什麼 或者是那個按鍵的輸入 到底要怎麼做 不知道 但是反正這個東西會先弄到 然後我們就先把這些事情做進去 然後做完之後呢 我們才開始去做 到底要怎麼把 到底要怎麼把那個 我們寫好的輸入法引擎放到瀏覽器裡頭 所以我們就先去Google搜尋一下 然後發現W3C大概在若干年前 好像定義了一個 在瀏覽器裡頭做輸入法的規格 就叫做那個IME API 看了之後很興奮 然後就覺得說那 W3C訂了這個API之後 有多人實作呢 然後仔細一看只有那個 只有IE11跟Edge12到18 好 那個大家就知道這個這條路 這條路應該是行不通的 那不然的話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那個 就是說在這幾個網頁 我們就做是正訊調查嘛 那一般來說 我們所看到的那種什麼瀏覽器輸入法 有一種方法是 在一個網頁 就是連上那個網站之後 就說這邊有個輸入法 那比較有名的什麼十幾年前 就有人做那個 那個無蝦米他們官方就做了 叫做線上無蝦米的東西 他給你文字框在裡面打無蝦米 然後Google他自己有個網站 叫做那一個 就叫做Google Import Tools 線上版本 另外另外有個朋友他在大概應該 一三年左右他那時候他就跟 我對我也照鏡 他們就拿了小 他就拿了小麥注音 然後JavaScript做了一個 叫做JS注音的一個東西 可是他做起來的JS注音 整個邏輯比較像是拼音輸入法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東西是用不慣的 那再來就是 你可能就不會是指 就說一個網站 就是做成一個extension 它變成是瀏覽器的一部分 所以像那個Google Import Tools 也有一個extension的版本 然後我們就去查了那個 Wikipedia也做了一個 叫做那個 他自己的一個輸入法 可是他都是拿來讓你打印度文字 或什麼的 那另外跟我們一個比較有關的事情 大家也是一三年 那ChromeOS剛出來的時候 那有一個朋友叫做Piap 那個他那時候已經去Google了 所以他在ChromeOS上做了一套 叫做JS Sync的東西 也就是他有個Chrome extension 然後可以去載入像是什麼 行列啊傳統注音 等等就是那種表格式的一個輸入法 但是很奇怪就是 我們去試用它的時候 在ChromeOS裡頭可以用 但是在現在的Chrome瀏覽器裡頭 已經沒辦法 你就能打字 它的字也是送不出去的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我們就想 那沒關係呢 我就先不管它 那一個我就先做單純的一個網頁 然後這個網頁就是 Tex Area 然後這個東西 做起來還蠻順利的 因為我只要在Tex Area裡頭去攔截 叫做Unkey Down跟Unkey Up這兩個事件 然後我就可以把 把我要的 我要的案件那個 送 就直接送出去 其實那個我們就可以直接 點下去看一下 然後 這個現在是用 這個整個 整個輸入法的詞庫 現在還沒有壓縮過 所以你會感到到 那個它可能有點慢 然後 好 好 等它得到之後 我們先回來 先 好 所以 你在這邊就可以 欸 還沒跑 算了 算了 今天先有點慢 好 那整個 整個輸入法 我們壓出來之後 它那個詞庫 大概7MG 但我們最近在做一些詞庫的壓縮 那我們想法就是 那一個 像Tim那時候在做 那個 JS注音的時候 它是先把JavaSquare 先載入進來 然後 然後JavaSquare 再去把那個詞庫 當作那個文字檔 打入進去 但是 就直接想一想 就這年頭那個 Webpack這麼進步 我們乾脆就全部把它 統統統打包進去 然後 姑且就覺得說 你就是 這個網一開起來之後 就整個記憶體會載入 大概7MG JavaSquare 然後你就看到記憶體聲出去 那 你覺得可能7MG 是不是很大 那 那一開始覺得說好 好像好像需要擔心一下 但是 我就去做 做了一些其他網站比較 我就去打開了Google Map 然後 我看Google Map一開起來 它就吃掉我200MG 我就覺得 只有7MG 那我就放心了 這樣子 好 那 那 既然如此 我們在 做一個單一的網頁 我們去驗證它是成功的 那 那我們就 試試看 我們可不可以像Google Extension那樣子 一路來做一個 就是真的來做一個 那個 Google Import Tools 的代替品 因為 如果你曾經用過Google Import Tools 的注音的話 你還真的會滿想寫個自己的代替品的 那個 那個 好 所以那個 我們先講一下就是 Google Extension的一個 一個基本架構 你需要先寫一個 Manifest 然後去定義就是說 你這個Extension的名字啊 然後你需要什麼權限啊 什麼的 然後再來 這個Extension 告訴 就是 告訴Chrome瀏覽器 你主要要跑的是 你要跑的 主要的程式在哪裡 你可能會寫一個 Background Script 就是說 一個Extension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你網頁載入之後 它可以去改變你 前景網頁裡頭的一些元素 那個東西就叫做 Content.js 但是有些事情是沒有UI的 所以發生在背景座的事情的話 那個東西叫 Background 然後叫做 然後Manifest 2 跟3 的那個格式還不錯 2的話 你可以用Background.js 或Background.ml 去載入個JavaScript 到 到Manifest 3的時候 你用的格式 是一個叫做 Background Worker的 的一個東西 好 然後其他的話 你可以定義就是一個Extension 你按下去之後 你有一些 可能互動的UI 那叫做 pop.html 然後你要一些設定的話 叫做options.html 那 既然我們知道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們就來想想看 我真的想要拿Google extension 做個代替品 我可以用什麼架構 那我想就是 我先用 content script 這個東西 你在網頁載入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前景元素的 keydown 這些東西 攔截下來 然後 然後我用keydown 攔截到鍵盤事件之後 我可以把這個 叫做keyboard event 送到Background.js 這樣子我整個留言器開起來 我只要一個Background.js 載入7Mega 應該就沒問題 如果Background script 可以再把它送到前景 然後 它的前景背景中間 通過一個通道 叫做 叫做message的一個通道 然後 然後我再把這個 處理完的結果送到前景 然後前景的content script 再去畫些什麼UI 什麼選擇窗 什麼什麼的 然後最後 最後就可以用content script 來送入字串 所以我的 輸入法模組 就放在common screen 那個都已經寫好了 我只要 理論上我在做成一個tension 我只要完成這個架構 就可以變成是一個 我只要在任何有 那個clone的地方 我都可以用的一個輸入法 想像中是這個樣子 但是 整個一出去之後 發現你每一步都沒辦法做 第一段就是說 那一個 在clone裡頭 產生出來的這個keyboard event 它又基於是另外一個prototype 那就是說 Java script它是一個基於 那個prototype的一種OO語言 就是說它不像是每個 其他語言是每個class 它是有個prototype之後 在不斷地去court那個prototype 所以在keyboard這個event下面 它還包了另外一個prototype 而最主要的 你按了什麼按鍵啊 什麼那種東西 是在那個prototype裡頭 所以如果你直接content script 不假思索地把它傳過去 傳到你的背景 過去的話 這個傳送的通道 會把絕大多數的東西給丟掉 所以你要去傳遞這個事件的話 你必須自己去寫一個物件 把裡頭那個東西 一個copy過去之後 你再傳過去 然後這個東西才會收到 然後 所以你就做這個東西 就踩到第一個雷 原來keyboard event跟你想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東西 再來就是 我在前景跟背景的話 它是一個非同步的操作 那個所謂的同步跟非同步 我可能沒有辦法講太多 總之就是 如果你在JavaScript裡頭 你要讓它前景送到背景 你要嘛要用到什麼 a think這個關鍵字 要嘛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future 然後 然後 它不是一個馬上可以完成的 就是 你要用a think去等待它 很不幸的事情是 一個onkeydown的這個事件 它根本等不了你的 那非同步的東西回來 它馬上就要處理掉 所以 所以 你以為你的輸入法可以在背景 然後去處理 去處理它前景傳來的那個鍵盤事件 可是事實上 它才剛把東西傳過去 那個鍵盤事件 又已經直接去傳到了那個Texaria裡頭 所以 所以總之這條路也行不通 如果你真是想要extension 然後你要 你要有個東西可以處理那個keydown事件的話 你必須放到content script 或是沒有辦法放到background script的 那以前 如果說那個 我要 我非要把這個東西送到 送到background script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那 那個 以前的 那個 我們就是stackoverflow上面去那一個 去查一下 以前就說 那我可以強制就是在onkeydown那邊 我不把任何的事件 傳遞到那個 傳遞到 網頁裡頭的任何html element裡頭 那一個 直到我的async的事情回來之後 然後我可以再去產生一些假的鍵盤事件 再傳出去 可是這個東西在Chrome 53之後 Chrome 53 它完全 那一個 把 你用程式產生出來的 的 鍵盤事件 認為都是假的事件 只有真正從鍵盤上傳來的東西 它才處理 所以這條路就整個被封死了 就變成說 你 你現在 等於是 就是說你 你現在完全沒有辦法 用自己的JavaScript程式 去產生出鍵盤事件出來 那 那 另外一條路就有人在 講說 其實如果你不用那個 那個原本產生鍵盤事件的API 你可以用 Chrome Debugger Chrome Debugger是一個 可以讓你在 Chrome裡頭去做 做網頁測試的一個工具 然後這個東西它有一個功能是可以去 讓你去 去送鍵盤事件 可是你每次啟動Chrome Debugger的時候 你的Chrome會有 一排紅色的東西掉下來 然後你關閉的東西都在神場去 所以如果說 我走這條路的話 就是你打另外一個案件 你就會看到 Chrome Debugger啟動的消息 然後送完那個鍵之後 那個Chrome Debugger 再把它關掉 那 很顯然 很顯然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完全不可能去接受的一個東西 好 再來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 當我處理完了這些 就算我把 我的那個 Unkey Down的事件整個 移動到了那個 Content Script去的話 但是 我到底要 怎麼把 我要送的字 送到那個 我可以在網頁裡頭打字的地方 那大家就想得很簡單 以前 網頁裡頭 就覺得可以打字的就是 就是 就是 那個 那個 HTML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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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著文字打 可以打字有三種 一種是一般的文字框 一種是搜尋框 搜尋框大概 另外一種是密碼框 那密碼框我們拿就不處理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那種多行的那種 Tex Area 那如果 遇到這兩種真的非常簡單 因為 因為你只要去改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Element的Value就好了 可是實際上就不是 那個 在網頁裡頭可以打字的東西 還有另外兩種 一個叫做那一個 叫做 Content Editable的DIV 它就是個DIV 然後它有多個屬性叫做Content Editable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的網頁的 那種 就是 那種Rich Editor 像你去寫Medium 或者是 或 那種 那種編輯器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DIV 但是還有一個更神奇的 如果你 如果你去 如果你去用那種什麼Google Doc 這種東西去寫東西的話 那 Google Doc 那一整塊 它會告訴你說 我現在Focus的地方是一個i-frame 那 然後 然後那個 那 對於 對於這兩種東西 好 那旁邊這段的Code 這個是 Google的一段Code 它告訴你說 那一個 在網頁上面我就如何去偵測 偵測到有哪些東西可以打字的 然後後面就有兩段就是跟 跟什麼i-frame有關的那種事情 就 就那種就變得非常的神奇 好 那在以前 如果說我們是一個 Content Editable的DIV 然後我們想要 想要打字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API 叫做Document 那個Execute Command 就是說我可以去送一些 所謂的指令 這個指令就是所謂的插入文字 跟那個刪除文字 那以前絕大多數的 像什麼median editor 都用這種東西做的 可是在2022年呢 它就直接告訴你 說個API 已經被Depr給掉 而且你沒有任何其他的替代方案 然後那個 你以前想要按一個按鈕 想要去做 InseHT沒有 然後你不可以 你就這個API已經 已經完全沒用了 然後新的做法 你可能是要想辦法去 整個Dome裡頭去找到一段 找到一段 你目前Select Range 然後Select Range 然後你在裡頭再去做一些改動 而且就算你做了那個改動 它常常會跑到奇怪的位置 就是說你以為你可以插入一段次 但是你要插入的位置 我可能完全都是錯的 所以 那就覺得很奇妙就是 我到2022年 我想要做個輸入法 到底怎麼做 那自己看到這些API 全部都不能用 那我就直接去 直接去看一下人家的扣怎麼做 那現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去參考了那個PiAPI寫的JS Sync JS Sync很顯然 它那些東西 在2022年的Chrome裡頭 也是已經不能用了 那我就去打開那個 Google Input Tools的一個Extension 然後它是 你打開來當然看不懂 因為它是一個 所謂用什麼Webpack 弄壓過的JS 但是想辦法就先 先把那個什麼空白 什麼先還原回來 然後看到一段code很可疑 這個code看起來就是 它就分 它就我剛剛看那個 寫的那段code 它告訴你說 你有不同的四種element 你要怎麼把它自送進去 然後我就很快樂的在那邊 下了break point 然後我想說 它在什麼路徑下 會走到那個地方 然後根據人體實驗結果是 它寫了一段去送 就是我看到它明明 就應該是一段送自出去的東西 但是我下了break point 完全沒有進去 也就是說那段code 根本就走不到 然後四三大句是個壓過的JS 你又看不懂對不對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在2022年要怎麼樣把文字順利的送到 iFriend跟Canaedip的DIV裡頭 我只能夠送給大家這張圖 叫做我不知道 好 那走到這邊 代表說 然後走到這邊還發現 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是 今天你在很多的網站裡頭打字 它會自己去寫 它自己的一些 unkey down的一些事件 比方說你那一個 你去那個Facebook那個搜尋框 那個Facebook 你平常那個搜尋框是窄的 然後你打了一個字之後 它會開始去做一些 那種autocomplete的一些搜尋建議 然後他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自己去監聽了unkey down 那如果今天我把unkey down換掉 然後變成是 在網頁裡頭的輸入法 去把這個東西處理掉 然後我直接去改那個 改那個搜尋框裡頭的文字的話 雖然說我把字貼進去了 可是那個網站所設計出來的 所有的 所有的那些互動也都通通都沒了 那就是說 就算我做了一個網頁輸入法 事實上我在任何的網站 都會讓那個網站 變得很難用 對這就是我所遇到的一個事情 所以三步轉路轉 我今天 我已經用JavaScript寫好的一個輸入法 我還可以拿來幹嘛呢 所以我們就決定 把這個JavaScript的輸入法 已經拿去做Chrome Web的輸入法 然後這個東西目前 已經在那個 在Chrome Web App上面 那邊上架了 所以 你用什麼Windows Mac 就是說那個 我們一般所知道的註音是 你打打字 然後你按下什麼 Shift 那一二三四一 你應該可以打出驚嘆號嘛對不對 然後那一個 Chrome Book非常有個性 就是說那一個 你在已經有這個字 你去按下打驚嘆號 它不讓你打 然後那個 你必須把所有的字 全部送出去之後 你才可以打驚嘆號 然後 然後常常會有那種 你自打很長之後 那個composing buffer 怎麼會 那個我們就先不講人家壞話 總之 總之 我自己也是有幾台電腦 我是把它裝成那個 Chrome OS的Flex 就是那個現在那個 Cloud Radio 最近也有正式版本嘛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 書法已經做成Chrome extension 然後也 那目前我就看到有那個 有六十幾個人來用 我也沒什麼宣傳 我不知道那六十幾個人 是從哪裡來的 這邊 就快速demo一下 大家都知道demo demo就見到錄影片吧 就 這個字是不是有點小啊 就這個 好 那個 總之 我覺得 我覺得 小到小到一個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播放價值 對不對 好 那個 首先 就是Google自己的 Chrome OS的東西 沒有減盤出 所以 所以那個第一個我們 小麥注音在Chrome OS上 就是可以讓你用那種 打 打檢出檢啊 那個 打檢出檢 它是一個可以支援 支援那個 那個 那個 前體中文的輸入法 然後再來 你也可以去加入自定詞 然後可以去 有一些那個 就是那個打 直接用注音去打出一些言文字的這種功能 另外我們也用 直接用在 在 在網頁裡頭去做了一個相關設定 然後它就是一個 Google extension 好 可以 好 那我們就快速講一下那個 Chrome OS的輸入法怎麼做 那 Chrome OS的一個 第三方輸入法它也是 extension 然後你在 manifest裡頭 你再去加上一個叫做 input permission 然後再來就是你照著它的 這個 這個API手冊在這個連結裡頭 那最主要你去監聽 它給你的一個也是那種 key down 那個key event進來 你收到了 鍵盤事件 然後你在 你在 然後 然後 然後你就把那個事件處理完 然後 然後根據這個API 你再去更新你要選字窗 跟你要送字的API 其實 我們已經寫好了一個輸入法 你就很輕鬆的就去做好一個 Chrome OS的輸入法 那 以前JS Sync 它 它是透過叫做一個 native plugin的API去接了一個酷音 所以那個 可是現在Chrome也不允許你用 那個native plugin的API 那 那所以目前做下來就發現 那個 除了Chrome OS內建的輸入法之外 這是 那個目前可能是唯一的智慧選字的 那個Chrome OS的 的 的輸入法 那如果你想要做那個 Chrome OS的輸入法的開發的話 那 那 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 用TypeScript寫 然後我們是用到那個 Node Node工具鏈跟那個 跟 跟 跟什麼 呃 讓它從TypeScript Compile成 JavaScript 所以那個 比較容易的方法是 你 你在那個 Chrome OS裡頭 去把它Linux環境裝起來 那 那 Linux那一套叫做CrossTiny嘛 你就把CrossTiny跑起來之後 在CrossTiny裡頭 你裝 你裝了 你裝一個 你裝了Node跟那個VS Code 然後你就可以在同一台機器 去 去 去編譯 那什麼NPM的什麼那些東西 然後你就再用 再用這種Chrome把它打開就好了 好 那 現在你要去實作一套Chrome OS的輸入法 你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 Manifest V3 在 在現在如果說你要做個Chrome OS要上架的話 Google一定要求你用V3 你用V2的話 它已經 已經不能上架了 然後 然後在Chrome Chrome 85以後的話 都是用 用V3這個Spec 就 但是V3 你裡頭就不能夠用 Background.html 或是Background.js 你只能 用Background.js 那Background.js 那Background.js 用的API有幾個是爛掉的 第一個是你的i18n 就以前你要去做個Background.js 我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我目前的整個Chrome 是帶什麼語氣 或者是 或者什麼的 但是那一個 然後 但是在Background.js 那個API是壞掉的 所以那 既然你沒有很好的辦法放在 放在i18n的話 你怎麼辦 那就沒關係就寫死嘛 我就不相信 用足音輸入法的人 不會看中文這樣子 然後再來一件事情比較麻煩 就是以前 V2的時候 有個東西叫做Persistent 代表就是說 我這個JS跑起來之後 它就不會被系統殺掉 但是V3 就是Google的設計 就變成說你不管怎樣 它都 它就是可以去 把你殺掉 所以你現在去做一個 第三方輸入法 你就發現你用一用那一個 會突然都被 被切毀英文 因為 輸入法的那個process 已經被Chrome自己給Kill掉了 然後你 然後你每次Kill掉 你再開始打個字 它會那時候再把你的輸入法重啟 但是 前幾個字 就不會處理到 你就會發現我 我一陣子沒用 回來 我要打中文 再前幾個字就變成英文 然後因為英文打一打 突然又變回注音 然後再來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在我的機器上 如果說我去外接一個螢幕 然後讓我的ChromeOS Flex的解析度提高一點 就很奇怪 整個輸入法的速度就變得很慢 然後再來 ChromeOS的輸入法 它其實 它的選字窗 它其實提供了一套API 就是橫的跟直的 但是你會發現橫的那套你根本沒辦法用 因為那個 因為如果說你用了橫的選字窗 你把字放上去 它根本什麼字都畫不出來 所以就是 所以在這個開發的選擇上面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 只能夠使用直的選字窗 再來就是它的API的文件其實寫得很不清不楚 像它有一個屬性叫做 叫做Improve View 那Improve View到底是做什麼的 沒有任何文件 所以我也沒有去嘗試去用這個東西 那總之 一開始在5月的時候 它只是一個玩笑話 然後 然後大概 大概 我大概就是 花了 大概那個時間是說 講了一個玩笑話之後 找一個週末 我先花了兩天 把所有的 原本C++的code 轉成是那個 Type Script 然後大概就是 再隔一個禮拜 就再花了 就 要花了兩天 決定這個 Extension搞不下去 然後 然後再隔一個禮拜 那就決定是那個 我要來寫 ChromeOS的輸入法 所以大概就是5月 大概就是一個 四個週末所發生的事情 然後再過一個禮拜 我就緊緊把這個東西拿去上架了 所以在6月初的時候 這個東西上架 然後這樣折騰下去之後 我突然發現 原本ChromeOS 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沒辦法用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連最基本的一些打字都不行 但是 在我們年初做好了 那個 FTIX的小賣注音 還有那個ChromeOS 現在有了ChromeOS的注音出後 因為 對我來說 ChromeOS它就是兩個環境 就是我 我除了瀏覽器之外 我可能會把它裡頭的Linux跑起來 所以 現在無論是 在ChromeOS的瀏覽器 或者是它的Linux環境 我都可以去 至少可以正確地去輸入文字 所以我 這個東西終於就變成是一個 我可以用的東西了 好 那 這個東西 我們接下來也有什麼開發計畫呢 我可以跟 很誠實地告訴大家 沒有任何計畫 好 但是 講到這麼多 CostCorp 的目的是一個 它是一個 開圓人的年會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去看 這個專案 你會發現奇怪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但是 大家現在還找不到它的Source Code 因為我還沒開放 那這個是不是 蠻不符合CostCorp的那個精神的 對不對 所以 你要程式滿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個 那個 大家要來見證 它開圓人的那個瞬間 好 這個案子叫做 MC 然後我們來它的設定這邊 然後 往下捲 往下捲 的話 它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change它的 accessibility 我們現在把它 make public 好 現在 按了那個按鈕之後 現在這個小賣注音 已經 先變成public了 所以那個 這個世上又多了一個 無用的開圓專案 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題目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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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關於搜尋結果 如果用輸入法 沒辦法觸發 那個叫什麼 自動補權功能的話 我記得 呃 至少我自己在大多數的情況 自己用程式送onchange 或者是oninput事件的話 大部分的自動補權功能 都會是正常的 大部分網站 但是有些網站 就是 少部分網站 但是有些人特別做的 那一種 哦 好吧 那可能要試試看onkeydown 或者是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我不太確定 為什麼 你會說 因為非同步 所以沒辦法 處理onkeydown事件 因為 因為應該是可以在事後再修改啊 就是不一定要在 事件觸發當下直接改完 OK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unkeydown的所有的T 並不是所有的T 都是 都是輸入法要的 就是 對於輸入法來說 就是 我要的就是 比方說你打A到Z 這種基本的按鍵 但是很多按鍵是 比方說你是什麼Ctrl A 那種是快速鍵 那種 那種東西 輸入法不該處理 所以 我 我在unkeydown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我要先過濾掉哪些是我要的key 但是 但是現在 現在那個東西又是非同步的 所以 原本想法 因為你要 你要複寫掉那個行為的話 對於 呃 你的第一步是我送進一個keydown事件 我要不要決定 處理它 要改的就是那個prevent default嗎 那 那 那你的想法是說 我是不是可以先全部prevent defaul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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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交給輸入法處理 然後 之後做後面的事情 但就是這件事情麻煩 因為 你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案件 都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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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該送prevent default 尤其是鍵盤快速鍵 那所以我剛剛在講的事情是 如果說我非同步處理完 發現這個東西 我 不是我要的 我必須再產生一個原來的那個key event 然後 然後 然後把 把什麼Ctrl A Ctrl Z的東西送出去 但是 我 我自己產生出來的JS事件 就是在Chrome 53之後 是 是 是會被丟掉的 這樣這樣講可以理解嗎 對因為 因為只有輸入法的那個模組才會知道 這個是不是我可以處理的案件 喔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要在前段就處理掉 後 乾脆把整個出法模組全部移到前面來 那 背光是可以整個丟掉 喔 因為 如果只是考慮大小的話 那可以其實把表格放他做什麼 那就 那個還要改蠻大的耶 然後 你體諒人家是個上班族 那個中部也沒那麼多時間 那 我其實我肚子餓了 還有嗎 還有什麼問題 一個小問題 欸 那個慢的部分有 想說要試試看會不會是三個 大概六個 現在不會很慢啊 好 看不會很慢 沒有沒有那是你很奇怪 他的輸入法架構 我不知道他輸入法怎麼弄的 就是你螢幕解決度非常高的時候 那時候會讓輸入法變得很慢 所以一般影響就是說 你一般什麼Chromebook什麼 我都用得還蠻開心的 有Chromebook的話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那個 反正就在Store上面 好嘞好嘞 好嘞 如果沒有的話就謝謝大家 那請大家關注我們FBGDG台北啊 還有 可能台北啊或者什麼 我們會不定期舉辦一些活動 謝謝大家 那如果是下一場的同學 麻煩我這兩位 這兩排的話盡量不要做人 謝謝